是晝常有八万四千,那由他含河沙既指金刚仗王菩萨种族, 以皆由诸金刚仲而为剑属, 晝夜随世设有众生于散乱心, 飞三摩地心意口齿, 是金刚王常随从比诸善男子, 何况决定菩利心者, 此处金刚菩萨障王, 清新音术发笔神事, 使人应识心能, 记忆八万四千, 黄河沙节周遍了之, 得无疑惑, 那由他就是万亿, 一七一两, 记忆指, 百亿金刚仗王菩萨种族, 金刚就是坚固, 威猛, 具降谋之力, 仗为其设秘密仗之德, 王一切领导, 导领金刚仲故如王, 菩萨以此金刚仲, 皆是菩萨之所事献故, 那么这个种族是指金刚种, 金刚族, 散乱心, 会三摩地, 佛说一切众生分三具, 正定句, 协定句, 不定句, 这正定句呢, 即是, 即于佛法, 修行中得正定, 三摩地之人, 协定句呢, 即于外道法中修行而得定之人, 以及定为义协见, 协行而来, 所以称协定, 又修佛法成外道, 或者是于修学佛法途中, 以外道境界起贪爱, 或者在其中沉入外道法, 其所得之定, 也称为协定, 简单讲, 凡事不依佛的正知正见, 正法来修行, 到最后都得到的通通是协定, 其他尚未得定的一般凡夫呢, 或初心行人呢, 皆称不定句, 就是心情变化太大了, 一点定都没有, 碰到好人呢, 变成好的, 变到坏的人呢, 也就变成走偏了, 这个叫做不定句, 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, 所以在修习佛道当中, 交朋友是很重要的, 要交了一个正知正见的朋友, 他越走就越正, 越走就越向着佛的究竟的道走, 要交到坏的朋友, 就是恶有, 邪见之有, 偏激的有, 因为佛法它是圆满法的, 它是圆满法的, 如果讲的法呀, 不够圆满, 不够圆荣, 那这个法师讲的法, 不够圆满或者不圆荣, 它就会有后遗症, 后遗症, 他教导每一个徒弟就是要这样子做, 那么没有顾虑到其他的根器, 那么他的法就会产生后遗症, 后遗症就是他讲的法, 能适合某一些根器, 但是90%的人修下去都会出状况, 因为90%的人时间空间都不一样, 所以因此佛法里面要适应各种根器, 因此首先要尊重, 要互相尊重, 所以讲经说法的人要顾虑现前的根器, 能不能接受, 还要顾虑到没有来现场听经的根器的因缘, 现场听了, 觉得舒不舒服, 能领受呗, 可以, 但是问题这个光盘制造出来, 发出去有千千万万的众生在看你的光盘, 他听了能接受呗, 舒服吗, 觉得你的法有没有漏洞, 够不够圆荣, 比如说我们现场今天来听的, 如果有300个, 但是我们发出去的是几千万片的光盘, 那么300个就不算什么了, 所以讲经说法的法师, 你在讲经说法的时候, 也顾虑到台下的这些根器够不够, 你所说的法圆不圆荣, 你一定要想到其他的不在场的人将来听到你的法或者是看到你的书, 能及而不接受, 你讲的法只有限制在某一种时间, 某一种空间, 或者某一种根器, 那就肯定一定有后遗症, 一定有后遗症, 比如说某某法师说世界末日, 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哦, 2012, 12月21早上11点11分, 那我们就看看, 2012就是今年了, 2012就是今年了, 12月21, 11点11分, 那就看, 那个是玛雅文化的一种, 那就看, 所以这个还是要, 讲经说法要小心, 不够严荣的不要讲, 有后遗症的也不能讲, 后遗症的, 金义口词, 陈前句, 为三位的定制人, 即是以散乱性持咒, 于心中意念, 口中诵词, 亦能得诸护咒, 金刚知护齿, 精心因术, 精心精存的本心, 指这些金刚菩萨, 皆以正如来藏, 精存的本心, 因就是明不为人之, 术就是极, 为故能按中极快速地, 前来加持, 一起以发比神事, 发就是启发, 以这些金刚让王菩萨, 皆已经是正果位置大菩萨, 所以能够启发持咒者的神事, 这叫做发比神事, 那么神事为第六四, 神事记得启发, 就是心开误解, 意思就是说, 常常持受任言咒的人, 那么冥冥当中, 会受到诸佛的加持, 你的智慧就会慢慢慢慢地开启, 是这个意思, 一观, 阿难当之是佛顶咒, 就是这个嫩言神咒了, 你们现在佩戴的这个, 很常有八万四千, 那由他, 就是万亿了, 恒和杀树, 巨子就是百亿了, 金刚让王菩萨的种族, 其依金刚让王菩萨, 这有诸金刚众而为建属, 咒业, 供随事, 那么为慈, 是就是随事为慈咒之人, 这位你想想看, 只有佩戴一个咒人, 要是能念的最好, 心意口词, 你看一下, 有八万四千那由他, 黄和杀树巨子的金刚让王菩萨种族, 而且依依金刚让王菩萨, 皆有诸金刚众而为建属, 咒业来守护你, 不是只有白天, 不是只有晚上, 还咒业哦, 还咒业, 白天跟晚上哦, 只有佩戴一个咒人进来, 会有这么无量无边的金刚杖种族来护持我们, 还讲到这样子, 那你不带我也没办法了, 所以听说这几天很多人这个咒轮请得很凶, 我说你走对路啦, 佩戴一个那也不是很辛苦, 你带一个金刚钻戒做什么, 带一个几千万的金刚钻戒有什么用呢, 那个也不能保护你, 也不能了生死, 是不是, 不如我们这个咒轮, 只是收个公本会而已, 还不带, 那就没办法了, 色有不定据众生, 于散乱心中, 这大部分的众生, 统统是不定据了, 那么而非三摩地心, 但是能心意口持, 这个神咒是金刚王, 就常随从彼珠三男子, 特加守护, 更何况已经决定发起无上菩提心者, 持住金刚菩萨藏王, 因为都已经认得如来藏精纯之本心, 所以能阴影极数地启发彼持住者之神事, 世人以神事通明固, 因此心能记先前八万四千寒和杀戒之事, 且一切妙离, 其周遍了之, 得无疑惑, 底下是远离杂趣, 佩戴这个座伦还有下列几个好处。 经文, 从第一节乃之后生, 生生不生要岔, 罗岔及负担那, 夹渣负担那, 旧盘土逼世者等, 病诸恶鬼, 有行无行, 有想无想, 如是恶趣。 十善男子, 若读读愿言神咒, 若读若诵, 若书若写, 若戴, 那就是你们现在佩戴, 只有戴而已呀, 若藏, 或者是藏放在客厅啊, 家里啊, 诸舍供养, 这个舍就是庄严的意思, 比如说指香啊, 花呀, 这个舍不是指女舍, 这个舍, 诸舍供养, 就是用种种的庄严, 像香花, 灯土, 果, 食品等等, 诸舍是这个意思, 诸舍供养, 是节节不生贫穷, 下贱呢, 不可乐处。 诸舍, 从第一节, 是从出发心, 持咒起的第一节, 乃至后生, 后生是最后生, 要岔是树极, 罗刹是食人鬼, 富丹那是臭恶鬼, 主热病鬼, 加扎富丹那是其臭恶鬼, 是主高热病, 九盘土就是淡精气鬼, 皮色者是食血肉鬼, 淡精气鬼, 吸血鬼, 诸舍供养舍, 就是舍法, 是香花灯土, 果食品, 贫穷, 下贱不可乐处, 以如是等处, 有仿道业固, 所以在这之后, 你那个嫩严重, 是可以供起来的, 跟往生辈, 他这里有讲得很清楚的, 因此这个佛堂怎么摆设呢, 这个佛堂一般人摆设都少了一样, 就是法宝, 法宝还有咒伦, 我们呢, 佛像摆好了, 佛像摆好了, 很多人都不知道, 这佛像摆好了, 前面要供法宝的, 供法宝的, 如果在家, 在家, 因为, 只要你的佛堂, 这个, 找个清净的地方, 佛堂中间, 佛像底下下来, 比如说你供一本法法经, 华严经, 金刚经, 地藏经, 供一法宝, 旁边的放咒伦, 或者是你的往生辈, 也可以供起来, 所以, 佛呀, 法呀, 生, 生就是和和了, 在家心和和就是生, 那么来到这里, 似的生, 那么就是出家众了, 所以理合自己的心, 一定要柔软心, 所以一明心见性, 要先改个性, 都是凡夫俗子的个性, 哪有办法进入明心见性的阶段呢, 所以个性不改, 那么就白费的修行, 比如说你以前脾气特坏, 那么就应该改一下, 修正一下, 发脾气, 对了生死, 成佛道没什么帮忙的, 可以用更缓和的, 柔软的, 慈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, 对于跟我们角度看法不一样的, 这些佛教的宗派, 或者是这个修行的方法, 不一样的这些机式或者法式, 我们就尊重人家,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, 尊重, 也不要给对方一个压力, 除非他, 他要听我们的, 跟我们有这个共同的理念, 否则谈起来, 他拜的师父跟你拜的师父也不太一样, 两个的理念也不一样, 一讲起来, 脸都绿了, 这个就谈不下去了, 所以修学佛道, 就是尽己之力, 解己之心, 修行尽奋, 那么度众就随缘, 要看他有没有跟我们有缘, 没有缘, 是不是, 一切众生如果没有听到圆满的法, 他就会固执某一个角度, 这修行就是这样, 一定要这样, 非这样不行, 他就不知道说, 一个法师讲了一些法, 在这个时间空间是适合这个的, 可是转换另外一个角度, 大部分的人不能接受的话, 那你的法就是失败, 你的法就是失败的, 所以讲的这个阎龙法是, 除了能够自我解脱, 让一切众生听了以后, 也觉得, 啊, 师父是在讲我, 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个, 让他找到了方向, 他会一辈子感激我们的, 底下的义冠, 从出发心持咒起的第一节, 乃子直到最后生, 舍生去生, 弱得不生, 要岔树极鬼, 楼岔食人鬼, 负担那臭恶鬼, 加上负担那这个奇臭恶鬼, 奇臭恶鬼就特别臭, 臭死人的, 奇臭恶鬼, 比臭豆腐吃得了, 九盘土, 就是淡精气鬼, 批示者就是死血肉鬼, 死血肉鬼等, 病出恶鬼, 有形无形, 有想无想, 如是等恶趣, 一期一世, 是决定发菩提心之善男子, 以此神作, 若读, 若被诵, 若书, 若抄邪, 若待遗生, 若长庄于器中, 并以诸妙色供养, 便可得到节节, 不生于贫穷下贱, 有仿道业, 不可乐处之福佑, 以此尊圣顶法, 必敢尊圣是果报顾, 长生佛浅, 今晚, 此处众生, 众其至生不作福业, 十方如来所有功德, 细以此人, 由是得以恒和杀, 而生起, 不可说不可说解, 常与诸佛同生一处, 无量功德, 如恶叉俊, 同处心修, 永无分散, 这一段就是, 对师父最有吸引力的, 也就是这一段, 就带这个奏轮, 持能严奏, 带这个奏轮, 这一段最吸引师父, 为什么呢? 这段就是台语讲, 看我, 还参佛造会, 看我就是, 福报很大, 说这个人没有修什么福德业, 的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, 细以此人, 也就是佩戴作伦的人, 竟然有这么大的功德, 由是得以恒和杀, 阿生起解不可说不可说, 又过病鬼那些不可说解, 常与诸佛同生一处, 这个就是师父最欣赏的一句, 常跟诸佛同生一处, 我常常想说, 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, 也没什么身份地位, 也没有什么后台, 经济也不是怎么好, 要是这辈子, 没有听到的福法, 就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子, 就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子, 所以这个诸佛福上的法, 心虚可以彻底地改变一个人的个性, 改变一个人的思想, 改变一个人的理念, 它会让一切众生找到生命的方向跟依归, 所以人之所以痛苦, 在追求错误的东西, 没有智慧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, 一个人的穷不是没有钱, 是没有智慧, 没有智慧, 所以人生最可怕的贫穷, 就是没有智慧, 没有智慧就是人生最可怕的贫穷, 所以当你有大智慧的时候, 你只吃那少许的, 一个肚子也不能装多少, 心身知足满足, 快乐就到, 晚上躺下来也没什么纷扰, 快乐得不得了, 所以金钱跟快乐不能画等号, 但是智慧跟快乐可以画等号的, 挺进文化就是要得解脱跟自在跟智慧, 所以一个人穷还没关系, 要是一个人没智慧, 他的命运就是后面, 接下来就是悲惨, 有钱也烦恼有钱, 没钱也烦恼没钱, 真的命运就是很悲惨的, 地下注释, 众其自身不做福业, 众使他本身除了持咒之外, 没有成就其他任何的福业, 以致福得钱包, 有的人想做, 却没有钱, 但是没有关系, 在佛门里面没有钱, 可以用时间散播正法, 可以用体力散播正法, 或者是用空间, 你家如果有大一点的空间, 可以让出来, 没有用到可以让出来, 大家念念佛, 或者是大家可以法宝, 或者是一个聚会的地方, 所以有钱出钱, 有时间出时间, 有空间出空间, 有体力的出体力, 那么这正法怎么不会兴盛呢, 不可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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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恶意, 你不可说, 是古印度十大数之一, 记心里的华元经经四十五, 阿森齐平记载, 这十大数, 依次为阿森齐无量,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, 阿森齐, 乘以阿森齐就是无量, 无量乘以无量就是无边, 无边乘以无边就是无等, 无等相成就是不可数, 不可数相成就是不可称, 不可称相成就是不可思, 不可量相成就是不可说, 所以不可说相成, 你看后面一个是不是, 不可说乘以不可说, 阿森齐说, 阿森齐说得有对的, 就有准, 真的不说就是不知道, 所以听经文法说, 十个大数目, 但是就是相成, 把前面那个相成, 听经文法, 阿森齐才听到这个, 念了那么久, 无量无边, 无等无可不可数, 竟然是前面相成就是等于后面那个数目字, 二不可说, 又做不可言说, 是不可思议之意, 这个真理乃可正知, 而非言以所能完全表达者, 父亲不可说, 不是不可以说, 或者是不能说, 此非禁止意, 禁止人家说, 而是不可拒说, 无法禁说, 因为太不可思议, 或太多, 太大, 太深了, 说了, 说不完, 社会上很多人一直半解, 常误会此意, 而乱用这句, 你不相信吗, 以前有个老菩萨亲近别的道场, 在那个道场看到一些法师的作风, 有一次说, 老菩萨你亲近哪一个道场, 他说我亲近某某道场, 我说那道场法师精进用功吗, 他一直说, 不可摔了, 不可摔了, 他用的不对, 但是有这个含义, 意思就是不能说, 不可以说, 他这个用错了, 但是有一点点, 去读到一个重点, 虽然不可说体悟错误, 不过他不讲, 他就对了, 所以不错啊, 不错, 十方如来所有功德系以此人, 就是持嫩言咒的人, 佩戴嫩言咒轮的人, 这个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都给这个人, 这是由于神咒的加持力过, 就如同得到十方诸佛的灌顶, 所以佩戴咒轮等同诸佛灌顶, 称神咒之力啊, 十方诸佛以至正之大至海水, 冠行者点, 记录前面, 经文中说, 此常与诸佛同生于处, 所以在座诸佛, 如果你离命中, 你想要往生佛果, 记得, 一定要佩戴咒轮, 万一你身上刚好没往生辈的话, 记得, 一定要佩戴咒轮, 因为, 为什么? 佩戴咒轮常与诸佛同生于处, 也就是常生佛潜, 求往生佛果, 那么就没有比这个法门更好, 更有把握的, 可以说是决定往生的, 简单讲, 佩戴咒轮就是决定往生, 如恶叉具, 恶叉是印度特产的一种果实, 中国没有, 一地生三果一长出来, 就三颗水果就连在一起了, 所以我们一投胎一转世, 就跟佛在一个国度, 这个特别的好, 是不是? 这个世间苦不堪言, 很累, 这多迷人了, 多吸引人了, 像师父的话就很想去了, 到佛国去, 要不然下辈子再投胎再转世, 哇, 像师父这辈子那就很辛苦了, 小时候还要剪破烂啊, 等等啊, 过的日子很辛苦的, 一佛经中常用来, 比以戒定辉啊, 或者贪嗔痴啊, 三法一体而胜, 一贯持住众生啊, 众使其身啊, 除了持福顶座外, 不承认做任何的福业, 而福德不充, 但是由于成神咒加持利固, 释放如来所有功德, 去以明家的方式而福以此人, 所以大家, 你一定要推广这个咒轮, 由得得到祝福的灌顶, 佩戴咒轮如同祝福的灌顶, 由是而得恒和沙, 阿生其不可禁说, 不可禁说结束当中, 皆得尝以祝福同身一处, 大家来听经文法修行, 是不是为了往生佛果, 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去, 对啊, 那就一定要佩戴作伦了, 这个就毋庸置疑了, 如果你想往生佛果, 就一定要佩戴作伦了, 因而无量功德如恶差距, 不相舍离, 常与诸佛同处心修, 永无分散, 全论, 以彼此个人而言, 可以说, 可以说没有比什么,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, 更重要的了, 如果致辞以后, 生生世世, 决定得身佛钱, 那还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呢? 他把我的心声写出来, 他把我的心声写出来, 是不是啊? 所以我看了这个, 诶, 成功法师这个年龄跟我差不多, 诶, 这个年龄差不多, 思想也差不多, 看法也相当, 因此可以知道, 此大福顶法, 此殊胜无比, 那么纵行成就, 底下纵行成就, 今晚, 事故能令破戒之人, 戒根清静, 为得戒者, 令其得戒, 为精进者, 令其精进, 无智慧者, 令得智慧, 不清静者, 素得清静, 不辞灾戒, 自成灾戒, 就是能力破戒之人, 戒根清静, 戒根为戒体之根本, 或者是有人其如是仪, 既然已经破戒了, 为何还能令戒根清静呢, 破戒, 犯戒是极其污染之事咯, 照说, 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因言, 是很难再令戒体清静, 然而以大福顶咒, 功德的威力, 无量, 能成就如是盛事, 这是由于神作之力, 可令行者破戒之罪出灭, 所以在座诸位, 忏罪清静, 没有比佩戒做了, 没有比慈论严做的力道更大, 所以罪继一灭了, 就没有污染, 如果没有污染, 就可以得到清静了, 此其一, 所以在座诸位, 我们用上半辈子来衡量, 上半辈子因为年轻, 五十岁以前叫做上半辈子的, 如果你不小心, 因为年轻有干过杀盗淫妄酒, 或者是男众每天每天都喝酒, 那个就不好了, 做个机事每天都一直喝酒, 喝了醉烂奴隶不好, 或者是说我们做机事, 以前没听经文法, 每次都要吃很多的活海鲜, 活的活生生的, 老板越新鲜越好, 全部都搞活的, 那么就要好好的忏悔吧,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吃素, 那么就买这个现成的, 能够吃素那最好的, 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杀盗淫妄, 那么有很多的机事就说, 师父我要做生意呀, 我做生意, 做生意多多少少, 他总会打妄语呀, 是不是, 会打妄语呀, 那怎么办, 多多少少会打妄语, 我就跟他讲说, 那你就这样观想了, 就说, 哎呀, 对方的钱拿去乱花, 那么我呀, 打一个妄语的话, 也就是把那钱赚过来的时候, 当然这个不犯法律为主了, 为主了, 当然, 陈光华讲的, 没有说方便妄语了, 那么这个名词就是说, 我打一个方便妄语, 把钱赚过来, 我来扶持正法, 这样你来做生意, 是不是好一点, 要不然从小到大, 生意都做习惯了, 几乎都会打妄语呀, 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个会计师, 说, 师傅, 我做, 我搞那个会计的呀, 每次都能替人家漏税, 那这个怎么办, 然后, 有人email过来, 他说, 我是个会计师, 每次都替人家漏税, 我知道这个是犯罪, 那这个怎么办, 然后我就回答是, 全世界都这样子咯, 你就看着办咯, 我的答案就是这样子, 不然你怎么办呢, 会计师在搞, 这个会计的就是也很辛苦, 两种业, 有时候由不得你, 一,会计师, 不得不偷税, 大家都会这样子嘛, 这个全世界差不多都是这样子, 第二, 就是律师, 这个职业很辛苦的, 第二, 律师, 头脑都特别好, 大部分都是名流学校, 同时经过高考特考, 才有这个执照的, 走对路了, 那么, 他是正义的化身, 正义的化身, 他帮助人家, 这个弱势团体啊, 吹一口气, 对不对, 但是啊, 这个律师啊, 弄错方向的时候啊, 这明明知道, 啊, 这个是伤害人家的, 人家那个被害者是很可怜的, 孩儿, 被这个, 还要替这个, 伤害别人的人, 一直讲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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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成没有罪, 这个律师因果就很麻烦了, 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论的, 他说, 这是我的职责啊, 律师也是这样, 所以啊, 新加坡了有一个律师啊, 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师傅, 他说, 我明明知道, 这个是伤害人家, 伤害人家, 那个好像是, 那个伤害人家, 治对方, 死掉了, 那么他, 替这个, 因为收了钱, 要替这个讲话嘛, 结果, 这个律师, 赢了, 就是, 这个人, 害人的人, 害别人的人, 是请我们这个佛弟子来做律师, 结果告, 人家告他, 结果他反告过去, 他赢了, 他的内心呢, 耿耿以怀, 可是我明明知道, 这一件的案件, 是我们这边不对的, 但是我必须站在, 无罪推论的角度, 因为他很会讲话, 再来, 对方的政治也不够齐全, 这边告一言了, 他说, 他的内心, 非常的痛苦, 请问师傅, 我该怎么办, 这个做法师呢, 就很辛苦了, 这奖金, 还比较容易, 要回答这个问题, 就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回答, 已经判决了, 判决了, 所以两种人的职业, 要特别的小心, 一, 会计师, 这是违反国法, 偷漏税, 我就跟你说, 大家都这样, 大家都这样, 全世界都这样子, 不然怎么办呢, 是不是, 所以说, 这个会计师, 稍微小心一点, 实在是很明目张胆的, 你知道这个是犯国法的, 这个还是尽量不要, 哎呀, 这个不是脱落税, 师傅这个叫做结税, 哦, 好听, 好听, 嗯, 结税, 这个听起来好听, 非常好听, 第二个就是干历师的, 这个要特别的小心, 你的职业的后果, 后来的果报, 要很小心, 底下, 再者, 若说破戒及,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清净, 那么如何有忏悔清净, 以及忏以无罪之事呢, 诸位, 不能忏悔, 在大圣佛教来讲, 就变成断灭了, 人有犯错的时间, 如果在小圣, 他讲得很严格是不能忏悔的大圣, 如果不能忏, 那就变成断灭法了, 可以忏悔的, 甚至怎么可能说, 修行灭罪成菩提之事呢, 此其二, 如果犯过, 就一定永结不复, 那么岂不是教人之好, 一错到底了, 反正我就错了, 也不能忏悔, 那么杀一个人也是杀, 我杀一百个人也是杀, 对不对, 有一个人, 杀猪的人, 以前杀猪的, 杀了一年, 接着心很过意不去, 对这个猪很不起猪, 他杀了, 一年杀了不少猪, 结果去中部了, 请教人家吃力的, 那个吃力的跟他讲, 你没得忏了, 你犯了那么严重的过失, 你没得忏了, 你很难啊, 第一, 逃不了你了, 那个法师不想跟他谈, 结果他就心里很恐慌, 他老婆就是, 不然你就问问会立法师呢, 怎么办呢, 他本来就是, 我既然不能忏了, 那就继续杀, 杀一年也是杀, 杀十年也是杀, 后来就只能请示师父, 那么跟他讲说, 来得及,来得及, 来得及,来得及, 你没有听过吗,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, 他说, 就是, 他说师父啊, 你给我的重生啊, 你的答案就是给人家充满了希望, 所以给人家方便, 要给人家希望啊, 后来就改变职业了, 你看他又救了一个人, 所以有个法师的这个回答问题啊, 这个话是很重要的, 这个法师啊, 漫不经心的回答, 回答出去了, 影响对方一辈子, 影响对方一辈子, 所以做法师了, 跟他回答问题啊, 要很小心很小心,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, 想尽办法说, 我怎么样能够把他救起来, 这个最重要的, 而不是站在你法师持续的立场, 你这样哇, 你这个太可恶了, 你这没有救了, 没得救了, 你完蛋了, 你的地义有你的份了, 你看他说, 我就没希望啊, 我比较败乎也是差不多, 这样而已啊, 这个法师是不能这样回答的, 这样没办法救众生的, 这样就会, 对方就会, 没办法忏悔, 那就一错到底了, 底下, 岂非, 叫人犯了过, 就不用忏悔, 也不用改过修善, 此其三, 所以应当知道, 如否所教, 毕竟是有忏悔, 改过灭罪, 生善之事, 这其中只是同样是犯过啊, 有人因因好, 可得善之事, 善有止点, 归过, 而恕如法忏悔, 改过修善, 乃至辞咒灭罪, 或者重罪轻受, 而一吃无福的人, 犯过之后, 自不觉知, 所以在这之位, 你以为大家都有, 那么多的福报, 那么大的福报, 每个星期六, 星期天, 来坐在这里啊, 不一定的, 他们一吃无福的人, 是没办法的, 自不觉知, 有无善之事教授, 如法来忏悔, 因而得其, 因而其过, 变成定业, 而定受果报, 乃至轻罪众受者都有, 事故当之, 众生之罪服, 因言业果, 千差万别, 并非千变于利, 事故以如来, 微神利固, 破戒之人, 也能负得清净, 乃至第一宗一人, 一禅题, 只要他回光返照, 一念忏悔, 就有救, 一当作佛, 所以师父说, 上半辈子, 有不小心干过的人, 回光返照一下, 好好的佩戴坐轮, 持宋, 嫩言咒, 人满灵命中, 一定, 而且是绝对, 可以往生净土的, 此事究竟一圣圣神之意, 大行行人, 不应有疑, 最可怕的思想就是, 那既然可以参会, 我再积极去干坏事, 完全违背佛的本意了, 义冠, 以此此咒有如是大威神力, 事故人令破绝之人, 其戒体之根本负得清净, 以罪障灭固, 尚未有得戒因言者, 令其树有因言得戒, 未能精进者, 令其树能精进, 无智慧者, 令其树的智慧, 欲然等重者, 欲然等重者就是说, 哎呀, 这个难你的事就是看不开, 每天就是想那档事, 叫做欲然等重而不清净者, 树的屡意清净, 想时而以种种意念, 不能持栽戒者, 以此嫩言咒, 这个咒力所持故, 自然能够成栽戒, 前论, 这一段是指大佛顶咒的, 威神力, 能令行人, 修行人, 一切修行人都能成就, 此处所说的, 不持栽戒, 自成栽戒,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, 本人在初学佛法的时候, 因为诵持地藏经, 就自然而然地忽然吃起长寿了, 而且毫无痛苦, 更无挣扎, 也不失恋婚食,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力所加, 所以修行与做事业一样, 有贵人拉一把, 跟自己硬拼, 就是不一样, 佛就是我们的贵人了, 最大的贵人了, 是不是, 所以这佛教讲的, 这个还是, 我们的后台还是很硬的, 我们后台最硬的就是释迦摩尼佛, 就是我们的后台很硬, 是释迦摩尼佛, 还有阿弥陀佛, 是有贵人体系, 就像要很多海峡有游泳圈一样的, 甚至有救生圈, 救生艇等等, 安全又快速, 有佛来保护我们, 照例来保护我们, 就像坐着快艇, 一下子就到彼岸了, 没有贵人拉一把, 就像全靠自己游泳, 现在游泳我就怕了, 我这辈子最没有成绩的, 就是怕游泳了, 我看到那个电视, 哇, 那个黑龙江的, 那个老伯伯, 冬天的时候零下三十几度, 冬涌, 看了吓一跳, 说老伯伯啊, 六七十岁的, 冬涌了, 跳下去全部都冰冷的水了, 我今天开始, 我要开始来练了, 我早一天到黑龙江, 去表现一下, 啊, 不过可能要带很多的感冒药, 如果一般人没有浸泡过, 像冬涌那种, 那么冷的天气, 一跳下去, 心脏就麻痹, 立刻就死掉了, 心脏就麻痹了, 零下几十度的, 哇, 黑龙江人不简单啊, 不但慢啊, 而且, 有很多的灭顶的危险, 就像风浪啊, 体力不支啊, 饥渴啊, 抽筋啊, 而贵人的拉拔中最殊胜的, 当然是如来的三密加持, 所以能够述到彼岸啊, 急得作佛, 再者, 关于能令破戒之人, 戒跟清静, 这是指在持咒之前所破的戒, 所以你别想找漏洞, 想一边持咒啊, 一边做破戒之事, 以为反正持咒啊, 就可以令破戒之, 破的所破的戒啊, 再得到清静, 那你就错解精益了, 佛陀给我们再一次的忏悔的机会, 不是叫你一直重复了, 因此惜之不但, 不可以一边持咒, 一边做破戒的事, 而且持咒前所破的戒, 也必须如法忏悔, 后不起造, 后不造, 不复造, 然后呢, 持咒灭罪才能有效, 进而言之, 如果只持咒, 而不忏悔, 而且改过, 不再造恶, 那么不但不能灭罪, 复得清静, 反而呢, 有包藏祸心啊, 祸恶不圈, 圈就是改过了, 互恶, 互就是依靠着恶, 保护就是互, 互就是一一仰仗着恶业, 不迁就是不改过, 七狂如来之罪过, 总之如来说此神咒, 是要你仰仗此神咒之力, 恕能改过, 灭罪, 生善, 成就不离, 所以大家要给一次机会, 而不是要你仰仗这个神咒之力, 继续造恶, 而不回不去, 并且想仗着咒力, 而规避因果, 换言之, 换过来说, 吃臭并不能令你, 与犯罪有所豁免前, 也如一些邪进或外道的人说, 我吃牛肉的时候, 一边吃一边念咒, 就把那一只牛给超度了, 就参公讲的说, 那这些啊, 蟑螂啊, 苍蝇啊, 蚊子啊, 也很可怜啊, 你为什么不念念咒, 把这些蟑螂啊, 苍蝇啊, 蚊子也顺便吃吃啊, 为什么专吃你喜欢的啊, 那个吃牛肉的牙口无言, 一句话都讲不出来, 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唱功, 这是自欺欺人之谈, 若如是世间其有善恶之别, 一切忤逆十恶都可做, 而且可不受果报, 只要做的时候念个咒就行了, 这是外道啊, 所以贪欲合理, 所以贪欲合理化的借口不是佛法, 底下是诸罪消灭, 经文, 阿难, 十三男子, 持此咒时, 色犯禁戒于未受时, 持咒之后, 众破戒罪, 无问轻众, 一时消灭, 众经饮酒, 十弹五心, 种种不敬, 一切诸佛, 菩萨金刚, 天仙鬼神, 不将为过, 射召不敬, 破壁衣服, 一行一驻, 系统清静, 众不作谈, 不入道场, 也不行道, 送此此咒, 环同路坛行道功德, 无有一言, 哇, 佛真是慈悲, 让我们这些知道, 只持任言咒的人, 不具任何的时空, 纵然以前有一些过失的, 佛不计较, 持过五心的不计较, 好, 那就是给, 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, 佛有多慈悲, 是不是啊, 这样的, 以前犯过戒的, 现在不复, 从今天起, 持戒清静, 取受有效, 以前持过五心的, 种种不敬的, 佛不计较, 没有社团的, 没关系, 只要颂咒, 等同入坛, 无有一言, 哇, 佛真是慈悲啊, 色范, 境界于未受时, 未受, 是指未受慈, 慈咒, 五心, 就是葱啊, 蒜啊, 酒啊, 谢, 兴取, 这五种兴菜呢, 虽然是植物的, 但熟食会发炎, 生吃会真会, 真撑, 而且啊, 其心味啊, 臭如小便, 啊, 所以圣喜恩事而不敬之物啊, 持作之后呢, 就是开始受持论言神作之后呢, 就是忏悔自心, 后不更糟, 众破戒罪, 就是先前所, 众破的, 不管是杀盗淫妄, 众罪, 或者清戒, 无问轻重, 无问就是不论了, 一七二二, 众经饮酒了, 啊, 众师以前喝过酒了, 不将为过了, 啊, 犯过五戒了, 就是杀盗淫妄酒了, 通通不计较, 不计较, 你只要忏悔悔过, 好好的持咒, 佛不跟你计较, 色着不敬啊, 破壁衣服, 做道场, 应着心力啊, 防卫护静啊, 但若以阴言不计足, 未能如是, 成神, 成神咒力, 也可清静啊, 所以色着不敬啊, 破壁衣服, 我第一个想到的, 就是那些流浪汉, 流浪汉, 有的流浪汉啊, 是不是, 穿得破破烂烂的啊, 没得吃啊, 没得住啊, 有的流浪汉是很有钱的, 很有钱的, 他的个性古怪, 以前有一个牙医, 医生哦, 现在的牙医啊, 多好, 现在的医生, 那一天有新闻报道的, 以前, 干这个医生呢, 妇产科, 排名第一名, 排名第一名, 接生不晚, 钱赚不晚, 最近的医生调查, 大家都不要妇产科医生, 现在妇产科医生多难找, 你知道吗, 前几天, 台湾这个政府啊, 去调查, 要派到乡下去, 乡下去的妇产科, 比较偏远的医院, 没有一个妇产科医生, 比较穷乡屁壤的地方, 没有妇产科医生, 大家, 台湾人不生了, 台湾人现在大家, 经济的压力啊, 现在时空转变了, 大家都不生, 一对夫妻, 只会生一个孩子, 要不然就生0.8, 平均生0.8, 大家都不生, 教育费太昂贵了, 大家都不生, 所以那个医生呢, 护产科医生通通奔排, 现在所有的医生都跑到哪里去了, 都跑到美容, 雷射, 那个医生呢, 出来讲了, 他说我这样雷射, 雷射, 才三分钟, 五分钟, 就收了几万啊, 现在的医生都转业了, 都转业了, 再来第二种医生就是牙医, 牙医就是最好赚的, 你到牙医师去看, 所有的牙医都大排长龙, 通通大排长龙, 护产科的医生一个都不要, 那一个医生就来讲, 你看, 我在这里, 在这个地方, 他等了一个月才一个人来生啊, 我全家不二十吗, 我有老婆, 我有儿女要养啊, 你看, 我来这个地区, 这一个乡村一个月才生一个啊, 大家都不想生啊, 对不对, 太老了, 超过四十岁谁生啊, 老棒生猪, 那生孩子的时间只有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啊, 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啊, 二十岁以前生孩子的少, 四十岁以后的生孩子的几乎没有啊, 对不对, 我们的这个妇产科医生的黄金期已经过了, 所以现在输了医生, 百分之七十的医学, 通通在美容医学里面, 大大的赚钱, 都赚了很多的钱, 买这个啊, 什么产品啊, 这样弄一弄搞一搞, 开一刀啊, 美容啊, 整形, 今天呢, 报纸登的大陆的一个姑娘, 才二十多岁啊, 整形整了多少次, 你猜猜看啊, 整形哦, 整了两百遍啊, 后来医生跟她看啊, 她有强迫症, 就是我不整形, 我日子过不去, 不整形, 后来整到什么严重, 整到这个脸啊, 这个骨头啊, 打进去的这个药, 没办法吸收, 整个脸啊, 一直肿起来, 整到这个乳房, 溃烂, 烂掉, 烂掉, 所以医生都摇头, 现在没办法了, 现在躺在医院里面, 今天报纸, 等等, 才二十几岁, 整形, 全身都整, 抽脂, 抽这个脂肪, 全骨消掉, 要像片变成瓜子脸, 结果因为整形, 整得太多次了, 细胞整个组织, 全部被破坏掉, 现在全部都包这个沙袋, 全部包起来, 没办法见人了, 所以啊, 在座诸位啊, 爱美是人的天性了, 要恰到好处, 要恰到好处, 现在就讲到医生了, 众不作坛, 不入道场, 也不行道, 众是以种种的因缘, 未能尽得如法修持, 而其功用也可不减, 不过惜之, 如果能够完全如法受持, 这当然更好, 请注意, 持众字有让步, 是不得已, 而然之意, 并不是鼓励人家, 是不得已而然, 不得已才这样子, 并不会鼓励人家, 是干脆都方便好了, 行道, 就是精行持咒, 三七日不眉, 就是不睡觉, 一罐, 而那是善难持, 持持咒时, 是肉有所违犯, 禁戒于未受, 持持咒时, 然于持咒之后, 忏悔自心, 后不更犯, 则先前的重破戒罪, 无问轻重, 一时消灭, 持能言中, 有如此的功德利益, 纵然, 使往日曾经喝过酒的, 或者吃过葱, 蒜, 酒, 油,